好,來到雞丁組的頒獎台 捉到幾位得獎車手 首先是又一次在對際的分站 拿到頭車的Team Piston 是,這次也是幸運 發生了很多意外 但都叫做順利完成 也拿到比較好頭的名字 所以拿到一個對際 我見你們其實 經常都是兩位隊友 都可以在前面回來 其實你們有沒有特別的策略 或者特別的心得 可以這麼穩定的表現 其實一開始 Terry被人封了出去 我都沒有想過 這次可以獲得對際冠軍 因為我見到他 繞個巨拳還沒上來 其實都沒有想過什麼策略 純粹是 一看到好像 耶穌出現那樣 他突然跑出來 本來已經沒有這個希望 對 這要恭喜Team Piston 再一次在對際 拿到分站的冠軍 目標應該如無以外 都是直指全年的對際冠軍 對嗎 希望 希望是這樣 希望可以 繼續 拿到頭圍 可以爭取到這個對際冠軍 我現在也訪問一下貴軍車手 Terry Terry連續三場 今季的賽事 都是得到冠軍 三個職場 Terry 會不會對你爭奪 全年的個人獎項 更加有信心 都不會 因為每次都有 可能更加厲害的車手 會參加 都是盡力 但每次有新的車手參加 都會學過少許 希望自己可以取得到 某些技巧技術 這樣盡力拒得做 你都跟這邊 亞軍車手 Kelvin聊天 Kelvin也玩過幾次 今次在這裡 拿了亞軍 自己的心情是怎樣 都覺得 挺榮幸 可以拿到第二 因為我也是第三次拿來 今次 以外出得都幾多 比我想像中多 但是 都很好 最後都是拿到 越獎 連續拿了三次的第二名 你自己 有沒有想 其實我是否真的以拉命 怎樣可以做好些 其實我都 不停地看回我自己拍的影片 看看怎樣可以有進步空間 我今次都 都覺得有少少進步了 我繼續努力 希望下次有更加理想的成績 來到這一邊 新進的雞車王杯 今年的第三站的雞丁組頭車 亦都是第一次來雞車王玩的車手 Kelvin你好 Hello 恭喜了 第一次來一出即勝 兼且你身上也有有會的獸章 這個是令雞車王覺得很榮幸 來到雞車王 來到雞車王 一來就贏了冠軍 會不會覺得 原來這裡這麼容易玩 其實小型賽車也有玩開的 但是我覺得今次獲得這個獎 是真的幸運 因為四場都不同車 由最後12賽追到上來 我想小型賽車是一個幸運 而且最重要安全 我覺得你們搞得很好 謝謝 那你覺得今天來的對手 例如你玩樂 還有我知道你有幾位隊友來 大家覺得玩得怎樣 開不開心 O4其實很開心 大家都競爭得很激烈 對 那就很幸運 我看你開頭 其實一起步的時候 你不是在前面 你都一直慢慢追上來 其實你一直有沒有數自己排第幾 還有有沒有想過真的可以贏到頭車 其實真的沒有想過拿到頭車 因為我是排第十二的 嗯 差不多還沒有了 那我想是看著目標 一間一間一間追一個彎 這樣很幸運 可以得到這個獎 OK 在這裡多謝Kevin的分享 也謝謝幾位得獎斜手 再次恭喜各位 希望大家接下來 在雞車王杯 會繼續有里水的成績 在這裡訪問時間都差不多 謝謝 拜拜